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可以把13个工作表 从假班一直到嗨班 假班到嗨班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帮我可以把它自动存档 怎么样自动存档 存档的话 其实它的理论上是这样 以前的做法是按右键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移动或复制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新的工作部 也就是说把这一个假班另外建立一个副本 所以其实以前重做还蛮麻烦的 你必须要先假班上面按右键 然后移动或复制新工作表建立副本 不过其实VBA里面其实就一行程式 就是sheets 然后刮符哪个工作表 假班点copy就可以了 那copy前面的话 我们前面有用到点copy的方法 然后后面会加上 之前复制的时候呢 会加上before或after 可是如果你没有before或after的话呢 就是后面保持空白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表示新的活跃部 意思是它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 然后呢我们只要针对这个新的活跃部 做什么把它存档 存档名称就叫假班 那存完之后把它关掉 这样就ok了 然后换下一个 假班存完换乙班 乙班存完换丙班 一直累推到亥班 那这样不就全部都存在某个资料夹了吗 所以我只需要跟他讲说 你帮我存在桌面上面有一个资料夹 所以待会请各位自行在桌面上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叫VBA好了 那里面目前已经有存这些档案 那我把它先删掉好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删掉的话 你在执行它会出错 因为它变成说 档案名称已经存在了 ok 所以我现在先demo一下好了 我把我已经写好的程式先run一下 这个是已经写好的 那你会发现其实run完之后 它就会帮我把13个 有没有 那个档案 分别 13个工作表变成13个档案 然后存在VBA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实际上它最重要就是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哪一个工作表.copy 点copy就是有点是跳出一个新的活页部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 把它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就是在VBA里面 叫做点save as 那save as的时候 你跟它讲说 我要存在哪一个路径 因为我这边就是 我路径叫Cmail斜线user 然后底线的这个资料夹 那底线的话后面再加一个斜线 然后呢跟他讲说我要存成什么样的档名 记得一定要加副档名 OK 然后呢并且把那个跳出来的那个工作簿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就换下一个 就变乙班 再来丙班 依此类推 就可以完成了 不过比较麻烦的 你可能在执行之前 请你记得一定要把旧的删掉 不会有同学可能想说 老师那这样很麻烦 如果说每一次都要手动删掉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说 当我一直行 如果里面已经有档案的话 可不可以先帮我清空 那我就不需要每次都手动 当然可以啊 VBA里面是真的可以 帮你做删除档案的动作 不过删除档案很危险 你也不能乱删 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如果你删错档的话 那造成很大的灾难 OK 所以呢 待会我们也会讲说 如果我希望存之前 先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目录 有没有档案 如果有的话那先帮我删掉 OK 好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待会记得 第一件事情 先在桌面上按右键 增加一个空白的资料夹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资料夹的话 那你没办法存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来撰写对应的程式 那一样我们分两阶段来写 第一阶段的话呢 就是先撰写一个什么 类似像刚刚的一个sub OK 那这个sub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什么 批次将工作表转存为工作部 底线清单好了 OK 那其实甚至会不会太冗长 如果太冗长的话 你干脆讲 批次将工作表转工作部算 存为这个不用了 这样比较短一点 好啦 反正就是主要sub后面的名称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下 到底这个工作 这个sub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拆成两部分来写 就跟刚刚移动一样 移动的话呢 主要是先写中间这一行 然后呢 再去外面包回去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要转存的话 变成要写三行 那第一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我要先把哪一个工作 比如说我要先把假班另存到这边来 那之后的话呢 变成说全部 所以第一个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何把假班存到这个资料夹 OK 所以如果一个可以存的话 其他只要跑个回圈 这样就OK 把这个假班存到这里 那存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你必须要撰写三行程式 那第一行程式的话就是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哪一个 假班嘛 所以你就跟他讲说 我请你把那个假班这个工作表 帮我怎么样呢 就是复制一个 点Copy就可以了 那点Copy的话 我刚刚讲过 点Copy后面 其实 如果你没有复制到前面 或者复制到后面的话 他变成说另外就开一个 所以你按右键复制或移动的话 那如果假设 你有跟他讲后面 你帮我把它复制到 什么 第一个的后面好了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 After 冒号等于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去词 刮弧1 如果你是写成这样子的话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写 如果你有 Before或After的话 其实跟那个Move有点像 那如果你是写成这样 他就会变成 帮我把它复制到第一个的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后面 第一个是假班嘛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因为假班已经存在了 所以他呢 会自动帮我改名 所以把它Copy到 这个的 第一个的 就假班的后面 所以你会发现 我把它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他会多一个什么 假班 然后呢 刮弧2 OK 所以你多了这个After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After的话 你会发现 效果又不一样 这个把它Delete掉 只有Copy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OK 如果你没有加 刚刚那个什么 Before或After的话 单单只有Copy的话 特别注意 各位看一下 他是把假班怎么样 诶 你会发现 本来是一个工作 诶 一个 这个问题07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多一个 叫活跃步 那后面有个数字 可能这个数字 它会自动跳动 那里面其实就是 放一个什么 放个假班 所以点Copy的话 如果后面没有Before After 那就是另外 开一个新的啦 OK 然后呢 我们后面的话 就针对这个做什么 帮我存档一下 所以后面的话呢 帮我存 存档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 你需要再多学 一个 这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叫workbook workbook的话 其实就是工作部 物件 那比较麻烦是说 因为我产生跳出来这一个 它等于是会直接跳到最上面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很简单 直接在前面加一个active active指的是目前跳出来的这一个 那你后面加一个点 什么 点save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save as 意思就帮我存档 那存档的话呢 帮我存什么 存在哪里 那跟他讲一下 save as帮我把它存档 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的桌面上面有个资料夹 那我是建议 这个地方 因为他必须要给他一个路径 我担心各位会打错 所以我建议你把它打开之后 在这个路径上面 点一下左键 它会出现一串的它的路径名称 我建议你用复制的 为什么复制呢 因为比较不容易错 那你把那个路径贴到这边来 那后面的话记得 有啊 要多一个反斜线 因为这个也是同学常犯的错误 这个所谓的反斜线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要再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帮我存一个名称 它这个名称叫什么 叫做假班 所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这个斜线是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帮我存一个党名 叫做什么 假班 记得一定要加副党名 因为档案没有副党名的话 那将来你就没办法打开 所以后面加一个XLSX 这样子 所以它会帮我存进去 所以如果我再把它往上 因为我按F8 所以它会先跳一个假班出来 OK 然后我要针对这个 帮我存在里面 OK 存在里面 按F8 好 那你会发现在VBA里面 会多一个假班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已经存好了 它就不需要存在了 所以呢 请你帮我把它关掉 那关掉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要 就是也不要存档 反正你就是关掉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关掉的话 一样 那怎么关 很简单 其实也是利用什么 工作部物件 叫ActiveBook 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叫点什么 点Close 所以你就把它Close掉就可以了 Close 那Close后面的话 它问你说 那你要不要 Safe Change 有没有 这边有个Safe Change 要不要儲存 你修改 因为没有修改嘛 所以你就不要 不要的话你打一个False 其实False的话 就不要 你打False 或者打0也可以 0是最简单的 好 那你就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打个0 就是不要 那就帮我关掉 所以哦 就会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帮我存档 对不对 并且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假班的那个档 就不见了 OK 所以哦 如果你要存第二个的话呢 那一样嘛 你就什么 把这个程式呢 改成什么 乙班 OK 乙班 然后 所以其实哦 你就改这里就可以 这边一样改乙班 所以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因为是我这边的路径 所以你们等一下记得 这个路径不要照call 如果照call一定错 你们要记得 你在桌面上点两下 在上面这边再点一下 左键哦 把它复制哦 这个可能要自己复制哦 然后贴到 记得这边贴上 加一个反斜线 然后它的档名跟副档名 OK 然后所以如果假设 我乙班要存的话 那不就什么 Copy一个乙班 对乙班出来了 然后帮我存档 存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并且把它关掉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乙班就出现了 所以哦 如果假设 我希望呢 可以一个一个的帮我存的话 那势必我需要什么 反正我就需要这个啦 你会发现哦 这个组程式里面呢 只有这两个资料改变而已 其他都没改 那这两个资料呢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个清单里面的 就是假班 乙班 丙班 所以哦 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哪里 在假班这边就有了 埃兰的第二列到第14 所以其实呢 你可以直接拿刚刚的这个移动工作表 这一段程式的负回圈 拿这个参考一下 那基本上哦 甚至也不用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一段程式嘛 你可以把它复制到 它的第二行贴上 把它其中的Move delete掉 然后再把什么 把刚刚这三行怎么样 其实主要就是把Move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三行 然后把它按个TAB键 选这三行按TAB 缩排到里面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哦 我们就完成第一个 把它改成回圈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取得什么 取得X得到的值哦 所以哦 把这个sheets 这边改成X 然后呢 再来关键地方 把这个乙班这边 插入这个X到这个 这个字串嘛 这个字串里面 如果要插一个X的话 记得哦 选取乙班 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X 把X串在当中 然后呢 AND前后呢 一样空白 好 那基本上 我们程式都写完了啦 大概就这样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第一个step 第二个step 第二个step 你可以拿上面的来 复制贴 啊 其实主要就是不要这个 把Move呢 改成刚刚这三行 好 其实理论上应该OK了 OK之后 不过你要注意一点哦 如果本来里面已经有档案 你可能要先手动把它删掉 那后面我会教啦 如果你不要手动删 你可以让VBA自动帮你删 你就不用手动再删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假班 所以取得假班嘛 所以把假班呢 把它 复制一个副本 然后跳出一个新的文件 好 它就跳出来 第二的话呢 把假班存档到这里 OK 好 然后把它关掉 OK 好 然后换下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乙搬 OK 乙搬没问题 然后把它存成乙搬 然后close 然后再ness 所以其实后面都一样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就一直跳 因为它就开一个新的 关掉 存档完关掉 开一个新的存档完关掉 OK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跑完 它就自动 就又回到 问题 07里面了 OK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 就会有我们要的档案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把画面再停止共用 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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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